妈 你说这老东西什么时候才死 你都赔他多少年 这陈佳的财产不是一副一副 像这样等下去 这什么时候才是个疼 放心 等不了多久 我已经让家庭医生换了他的药物 咱们在耐心等等 过不了几个月 这陈佳的财产都是我们的 他们呀 都会变成穷光大夫 陈佳这个混蛋处处争断 等我们拿到陈佳的全部财产 他生不死 好好好 再等等 陈佳的少爷只能是你的 你们在说什么 张美丽 我爸对你无微不知提天如回 甚至你要我这个儿子说的话都不会嫌 你怎么能这样对他 我怎么了 陈佳 你可不要诬陷人 什么诬陷 刚刚你们明明在说你的 你说什么了 你不是说 你爸不会相信的吗 妈 你 你 怎么了 陈佳 陈佳 我真的 从我进门的第一天起 他就不喜欢我 陈佳之年 我一直像七八一样对立 他就一直想把我赶出家门 以前的事就算了 但现在他越来越过分了 同样是儿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陈佳天天欺负张远 还要让他搬出去住 还要让他搬出去住 这个家 我真的带不下去了 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什么解释的 爸 你和我爸和女的事业是怎么说的 我妈车步 和尸骨骨脸上了 你就没人去新房 爸 你让我觉得恶心 让你道歉 好 道歉 费 这是我道歉的方式 我混掉东西 我混掉东西 我是混掉 我妈死那天久 我就是混掉东西了 昨天娶她进家门那天 这个家就不说一话了 你也不是我爸 反正不说什么 你也不会信 下辈子 我就算做牛做吧 也不想再做牛儿子 关家 从今天起 听了陈阳所有信用卡 但在她的房间 她什么时候学会道歉 什么时候学会做人 谁把她给我放出来 最新消息 江城陈家富豪陈海洋 资产被其妻子张美丽转移 千万富豪陈海洋公司 濒临破产 痛不欲生之下 选择跳河自杀 以使枭雄陈海洋 埋葬于冰冷河水之下 妈 我好想你 干什么 好 陈阳 陈阳 这一山哪 不是五二公子 你们陈家现在所有的材料 都已经倒不上 给我妈照片还给我 想要 你知道 他当初 你怎么死 你说什么 我说 谁能要我一个少爷 我 像鞋子吗 Но Stevens 陈家 陈家 和徑 成痕 我 我没死 我重生回来了 我换下东西 上年事 不论我怎么说 爸都不相信 这个亲生儿子 竟然我死 那这一事 我也没有必要和他解释 妈 你错了 这个家人 有我没我 都一样 是怎么了 没事 张宇就错了事 陈阳教训弟弟 有些生气了 赛警上的 我 大夫妻 对不起 或许我就不该出现在这个家里了 不许 你 我 不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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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他出了家 能活多久 那你就住在这儿 有什么需要联系我啊 收拾了 铁门啊 照顾我 回来了 爸 如果你还心目 心想病药不要吃了 他还没回来吗 他还没回来吗 还没呢 而且这次是不是真的 实现我最好别回来 否则我们累死 随他吧 跟他妈脾气一样 确得很 倒是这几年 委屈你了 我能委屈什么 能跟你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愿意 只是因为我 你们父子的关系 好像 既然他不回来了 以后这饭菜就不要给他 再准备了 老爷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是 没了这些啊 还真是缺失 有什么死磨 这准备都是银子 那这个街 彻底爽 老吴 过来一下 信用卡 给他停了吗 是停了 老爷 少爷养尊丑油惯了 要不 给少爷打开信用卡吧 别打开了 看他到底你绝多久 妈 你放心吧 陈家是你跟他一辈子的心血 我绝不会把他光烧热热 你陈家股东大会还有三个月 这三个月内发生了一件大事 WTO对国内进行了一次制裁 但龙国经济非但没有受影响 还逆风增长 三个月后 能与人家陈家陈的 三个月内 我有上市的记忆 我必须要挣分多秒 赚过足够和他靠行的钱 而唯一的办法 是要这个 有钱吗 我 离开这个家 怎么活 这块牛了 说什么呢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这些都是我爸妈平时给我买的 那 我也不用了 老板 把这些全当了吧 一共 两千 你疯了吧 这一共两千 这都是九成千 买至少的二十万 当当吧 当 陈阳 陈阳 你把所有钱都换了 就为了 这个 哥 我爸说了 炒股那是十读九书啊 股市确实很难赚到钱 而且想要在三个月内 赚到比陈家更多的钱 完全不可能 啊 但是 这个可以 相信我 好 相信你 哥 你说你富二代 你治愈 我妈的基业 绝不能让任何人躲走 这不陈阳吗 信用卡被请的滋味 不好什么 这还没开门呢 你们都来了 不愧是陈家人 这要饭 不得显然好 说谁要饭 你嘴边给我放干净点 没错 这个地方呢 确实很多人有钱 不过啊 这样 想要钱啊 很简单 从我这儿钻起来 我就给你 你想要都让你随便提 保证 让你冲回富二代的生命 找死 给你 歇会 并不用 哈哈 哥 刚刚就应该揍他 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 是赚钱 可是哥 这玩意真能挣着钱吗 马上开事了 这位能不能赚钱 很快就坠落了 他还没打电话回来吗 他还没打电话回来吗 没有 以往少爷发提线 一两天就说 从这次就 混这样东西 都是因为 从小一来身手 反来战略 叫声冠牙出名字 不修不理难者 都是因为他妈去世以后 太逆来他了 好了 东西都搬走了 哎 搬走了好啊 搬走了好 你的眼里啊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当父亲的 今天是妈妈离开的第一天 我太想妈妈了 妈妈说过 要我和爸爸相依为命 我知道妈妈怎么了 爸爸没有更能忍 我和爸爸要听妈妈 在这世上活着 今天是妈妈离开的第一百天 爸爸喝了好多酒 她还是没有办法再走出来 我多希望爸爸 能早点走出来 今天爸爸再婚了 他不是说过 这辈子心里 就是我妈一个人吗 是爸爸 伤了你 是 关家 老爷 把他心印卡 打开 哥 一共就这么多了 我们的比特币已经涨了快十倍了 现在有提线 我们就发了 陈瑶 你也太厉害了 这东西竟然真能涨 哥 我们见会儿就收吧 已经快十倍的涨幅了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呢 中文音乐 转发 这个 陈瑶 这上下的日子是什么呀 这天 比特币上市了一万倍 真的假的 哪里有涨一万倍的 一万倍 我涨一万倍 我就可以来回妈妈所有的产品了 他还没回来吗 王老师 我知道您平时忙 不过您最近能来一趟学校吗 是不是陈谈的小子 又算是了 给您添麻烦了 正好我今天呀 一向早晕了解一下 他最近的情况 王老师 实在抱歉啊 我儿子呀 从唐娃去世以后 就没有人敢叫他 自不孝 父子过呀 我现在忙于工作 再加上一些所知 才落成现在的界面 都是我那生人 有他亲妈敢叫 让我死了是不少呀 陈总 您确实应该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您家里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但我想作为父亲 既生 责样 不生而养 百事难还 可 生而不养 枉为人父 这是张远的通报 不可能啊 张远的成绩 一直非常好呀 怎么会被通报呢 陈总 一个人的成功 你却能用他的商业价值 来哄 但一个曾经的成功 只能用他的资源 来哄 不可能 张远每次拿回来的成绩 几乎全是买份 他 他怎么会做这事 老师 会不会搞错了 你看到了 是这些成绩弹吧 是 是 结果这些 这些成绩弹 是陈阳的 这不可能 妈妈 陈总您还不知道 您儿子 是个树里话 接近您满身的天才 妈妈 我到此才能见 坐 两千丁五 吃饭了 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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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优秀 我真是个混蛋 我真是个混蛋 谢谢你 我过来了 半座生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怎么搞的 你得看看人家张伟员 他至于他不是我的 正眼那边才是我的 我和人家人家 可以不如别人 君子爱猜 天真有道 圣人二纪 天不参攻 你 你 看我 不顺眼的时候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是他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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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知道吗 老江 饭了 饿他几天 你 你叫多久 知道了 老江 对不起 是我忙于工作 对不起 自己的儿子 属于关心 我不是一个 可格的父亲 不过 天涯有一个 非常无数的孩子 一点是这些年 你没管他 他也 一心向你 深入 这些年 他拿了无数的奖 而且还把多余的年花钱 又捐给了学校 贫困的学生 并说 因为他母亲的影响 他是一个隔着其美 全面游戏的影响 陈佑 医生 小阳 你还在那里起跑 张远 你要当陈家少 我争不过你 我也不想争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 你满意了 小阳 你听说 你妈当年 颇有声音 在这股市方面 也颇有接近 只可惜啊 他已经死了 如果你是来说 松娘话 那这里不欢迎你 不欢迎我 张伟丽 你们已经霸占了我家 霸占了我爸 现在我想出门赚钱 你们这也要管吗 陈阳 我想你误会阿姨 你好歹是陈家的少爷 天天在街边 哥哥叫花子时 传出去 就爸的名声也不想听了 从你进我家门那天去 我爸的面子 就已经不好看了 你说什么 少爷呢 少爷这些天 一直在变卖东西 我估计 他可能活不下去了 男人 要不算了吧 少爷哪里吃过这些苦的啊 他吃的苦不少 快去送他来 全雅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故意出来赚辛苦钱 就是为了让你爸科武给你 然后把家事分给你 我叫明说了吧 你妈都拔不过 更别说你这个小 你说什么 我说 陈家的家产 只能是我跟我儿子的 现在听懂吗 原来 他想欺败自己赚钱 是因为这个原因 陈阳你别冲动 有什么跟你爸解释吧 张伟丽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拿陈家一分钱 甚至我可以把整个陈家都给 但你说我骂了 这三发的 我牙齿给断 牙齿给爆 牙齿给爆 我好怕 你要不要看看 你要怎么 我看看 你能怎么爆 你能怎么爆 你什么 我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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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我和我妈好心劝你们回去 你不领钱就算了 你也不用下这么狠的手吧 别动你 儿子 儿子 儿子你没事儿吧儿子 你没 手段真脏 杨哥 不是说随便教训一下就行了吗 我们闹出人命了 对了杨哥你也太狠了吧 我儿子一屁都不放过 海洋 老子来了 我跟小远 海洋要这么多天没回去 都想把他请过去 我没想到 他被淡过灵气 还捅了小远一刀 我们可以不要人家的钱 我知道 小远不是你的吉祥儿子 对他是我的孩子呀 爸 救我 你杀人了 他都杀人了 他都杀人了 海洋 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这是他自己拿得到 我什么都没做 爸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没有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 你打我 你是 你是他吧 我还没医生来找我 你不是说 这辈子都不想见我了吗 这辈子吗 这么大的老板 怎么自己说的话 怎么会遵守我呢 之前 是吧 对了 是吧 他依然长远了 可是 即便你没有矛盾 你不能捅他呀 这是犯法的 我杀人了 我听闻虚 见天闻石呀 是 我杀人了 全世界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杀人了 你做我有爸 你就会相信他 你就是不相信你儿子的人品 我在年里 不是孩子吗 是一个 可以随时唾弃的 一定 像陈奈一样 很小 卑微的 可以随时抛弃的 谢谢 我 不是那意思啊 老爷 人命关天呀 先救人 对 快生雨 我儿子要是没了 我也不活了 放心 我请我是最好的意思啊 最好的医生有什么用 我儿子要是出了事 我要再偿命 对了 入边没监控吗 你儿子啊 胆子挺胆的 你看这里 不太好 你说什么 小说呀 你们随时陪你家属 别人常见你 不是 儿子 你没事吧 妈 让医生给我放心 你躺到身了 什么 什么 那倒没有 不过 人家的家伙 跟他儿子的身 到时候 甚至是 你就说我是无诚 不得了 你死了 你死了 美丽 怎么样 医生说 需要换身 什么 都是他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我要让他还一个身 给我儿子 怎么会是呀 她是一个杀人犯 要为我们做主啊 小月白在里面 生死有关呢 欠债 行 我到了 你那个女人生的儿子 是你亲生的儿子 我的儿子 就是不是女儿子 是吗 我自己想办法 你看 你先别激烈 你真要我给她全身 杨阳 爸爸知道 此前 都是我不对 是我 忽视了你 从你妈妈走后 我全是犯了不少错 可是 我 又会改 可是现在 神灵关天 我们 不能不救啊 神灵关天 你应该走天 还不怀我 明明是她自己捅了自己 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 不管什么原因 最重要的是 救人啊 哈哈哈哈 救人 哈哈哈哈 好一个救人啊 我想问 如果里面躺的是我 你会不会救我 会不会救 会 我会 没人 啊 沈阳你别激动 尤 Green 要决 总得写个协议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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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卻還要斷絕夫子關係 才會刮鬥 以此為止 不要 你 爸 我知道 你有了衝擊的家庭 我 這個家 容不下我 我養育之恩 斷頭難化 從今天起 你我 便不再是父子了 我 這一櫃 為你寒心如火 仰我霍我 這一櫃 為我母親在天之靈 使月懷胎一朝分裂 海風寒泉 寸草寸灰 這一櫃 你 你 都 要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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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知道你在想什麼 但我勸你別得利得太早 我 我的東西 我媽的東西 知道都會馬回來 你 我每天 你們都會後悔的 沈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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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都走 少了就這樣回來 沈爺 沈爺 你別生氣 這個逆子 你們當初就不該生他呀 沈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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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計劃怎麼樣 計劃很成功 那老東西 雖然沒有要他兒子的事 但他們斷絕了父子關係 現在沈爺已經離開了沈爺 那老東西 氣得不氣得 估計不行了 太好了 唉 小心點 沈爺 你也太衝動了 這下好了 你和你爸的關係 特地鬧僵了 我印象裡 叔叔一直都對你很好了 是 開心不是這樣 我 你爸爸 你爸不在 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哥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三个月后 城市集团的误区 叫我为张梅林强势美国 三个月内 我要成为城市集团 暗地的最多的狗队 托马柳轩的企业 谁都都不走 你 你没烧糊涂吧 你相信我 虽然一时间内 我挺难跟你们解释的 这事情就是这种事情 可是城市集团那么多钱 我们要怎么做 对呀 就凭我们手里现在这些钱 这是财经报纸 是时候 是我 想过做世界首富吗 是吗 接下来 你们只要按我说的 在固定的时间内 买进和买出 陈总 这是近三个月您的所有互控 已经全部完成 现在我们手里的资金足足有这个数 陈氏集团所有业务今晚成并后 按照您的要求 外界并不知道是您完成了并后 另外陈氏集团今晚召开晚宴 让人递交上来一份贵宾邀请函 张美丽和张远在门口足足跪了三天三夜 采访保安把这份贵宾邀请函交上来 放心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莫护谁 郭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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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月 八十年 叔叔他一直在找你 不过 真像你所说 你离开陈家后 张美丽逐渐掌权 现在 叔叔在陈家 已经没了地位 而且他身体状况 越来越不好 一分一秒 时间不等人 时间不等人 妈 这陈家企业对我们玩的江湖之下 竟然还有一个神秘富豪直接收购我这事 十个月 这可不是一个小子 你说这位神秘富豪年金有名 不断拒绝 今天还会亲自参加陈氏结刚的宴货 再想见见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中龙凤 只有一点伤心 那也是我倒不下 是我崇拜的一辈子 我儿子能崇拜这样的大人物 妈妈和珠心味 待会他来了 一定要好好讨论 这样的人能看上城市集团 是我们一辈子 能得的机遇 一定 看着我跑 他走 这 沈阳 你也不看过这些什么地方 也是你这种人能进来的吗 我为什么不能进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三个月起 你跟陈佳应该没有关系了 看来这三个月混得也不怎么样 知道今天股东大会 铁着脸来 分一杯钢 你说谁想分一杯钢 当然是你 你还不知道啊 在你临走的时候 发呗气 现在陈家 有我们家 所以 这里欢迎你 陈阳 你还不生入截了 但今天这里是邀请者 即使你有陈佳血奶 也进不去 上山的人 也敢笑下山的神 你说什么 妈 别跟他肥子 妈 这家伙没有邀请函 我们出去 先生 请 滚吧 你们怎么跟客人说话 不好意思 今天这里 有邀请函的 是客人 没有邀请函的 什么也不是 先生 不好意思 这种重要的会议 哪怕你以前是陈家的公子哥 也不要猜忽 请 当然 如果您不愿意自己请的话 我也不建议人来送你出去 是吗 陈阳 别在这儿费尽几次 这豪门你一旦出去 这豪门 哦 当然 你又非得想进去 是对的办法 这样下去 我就放你进去 恐怕 待会要跪下来 是你 是吗 好啊 我倒要看看 我怎么跟你跪下去 华 今天没有邀请函的人 一律不准 如果有人赖着不死 请棍子好 是 做什么 谁敢 睁大你的狗眼看 这是什么 陈氏集团股东大会 钻石邀请函 别怕 你们还真能装 此月 找不到天下 真老子 我一条 什么钻石邀请的 我们陈氏 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邀请 有没有可能 是你的级别太低 段位太浅 身份不够眼睛不亮 所以 你根本没资格知道 陈氏集团到底有没有发钻石邀请的 是吗 原来 我这个陈氏集团的未来继承人 级别低段位勤 身份不够眼睛太不亮 给你们看 尊热 这是生好贫囊 喝 苦行 我笑你 我笑你 从小被溺位 被当金丝雀观起来 我笑你想要的东西 只能铺蝶喊吗 我笑你 坐假观天 不知天地之大 有知万物之光 好啊 解册 这 这是药权 上面有陈氏局段的硬招 长黄怎么会给他发眼睛呢 看来世人皆知 张美丽看我不胜了 这药权跟我的一点都不一样 这药权 是他被造的 你去看看 这 这是今天的未必药权 对不起谁来人 您这边去 对不起 我劝你有时间看本书 上上网 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放了 放了 恭喜张总 贺喜张总 成功接盘陈氏集团 我能接受陈氏集团 多靠秦总去办 哪里哪里 张总乃人争龙凤 实力自然是有目共睹 不是吗 这三个月以来 张总一直在 立体统治 我们这些股东 都看在眼里呀 过奖了 可是 今天居然是交界于世 老陈总 他不来了吗 老陈啊 最近身体不带舒服 这些年我身兼树子 又要当好一个妈妈 又要当好一个老婆 还有监护公司 老陈的病情 也越来越重了 今天确实来不了 来不了就来不了 这三个月来 只有张总代理的 集团飞王同达 更是拿下了 江城那位传奇人物的陆陀佛 对 也不知道 张总是怎么拍上 那位传奇人物的 我也听说的 那位传奇人物 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将股市彻底醒来 能做 他要出手的小时 本战本胜 有天下股市 据说啊 那位传奇人物 今天也要来参加宴会 到时候啊 我们就能一尊严 诸位 让我们一同举杯 共庆城市集团交接仪式 有诸位的支持 我才能把本正义交接棒 没有 他怎么进来了 二腰小孩 都被拦不住台 这个老东西 还上最后一口情 还给亲生儿子邀请寒 血龙女士 我正好 我让你讲的亲人 全世家属 自华不彼此串 一致 陈阳 你来了正好 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 江山逆主 朝代更替 让你爸看不到的绝望 在你眼里 剥皮上烟 成则为王 败则为寇 只可惜 露死谁手的上情 不错 离开家之后 胆子倒是变大了 不过你今天好好看 你前叔叔 孙叔叔 侯叔叔 当初可是你爸的夺宝右臂 那你现在叫着他们 看看他们 敢不敢命名 常美丽 你真恶心 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掌幼尊碑 恐怕在这个宴会厅里 我是尊 你们 都是碑 早就听说陈总有一个聪明董事的儿子 没想到是这种活 当初他妈在的时候 倒是挺听话主事的 陈阳 你知道你现在很神奇 但是 你做陈总的 一定要学 导封 可不是吗 这里是什么场 你爸要不在这里 绝对不会让你这样 好啊 让我知道什么叫尊卑 行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会站在你这边 诸位 还请入座 陈设集团的交接仪式即将开始 按照股东大会的规矩 部长级别做最后一桌 经理级别做中间一桌 股东级别做最前面一桌 不好意思 这里好像没有你这个废的位置 是吗 豪门的少爷不好当了 眼看他高楼起 眼看他楼 眼看他起高楼的是我 眼看他楼塌了 是你 我想问 陈氏集团董事长 该坐哪个位置 陈阳 你疯了吧 石头 你这个废物就是来无意搞不坏 陈阳 你爸要真在这里 会让你乱来吗 前述 我没有乱来 还没有乱来 虽然你是陈家的公子哥 可是现在陈氏集团危在旦夕 要不是张总拉下了投资界的凄惨 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机会 你故意这样 是不是小鱼死网破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爸出生入死 你们是生死兄弟 这女人到底有多少钱收买了你 那钱 收买不了我 她给我的是钱赶 更何况 我记得你和你爸和陈蒋断绝了关系 怎么 现在叫上我叔叔了 是不是有点高攀啊 好 我希望待会你记得你的嘴脸 陈阳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拿到了上方宝剑 陈阳 干什么 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大厅是没有我的位置 但我的位置 这里 上死 这是给董事长准备的 那 这就更是我的位置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滚下来 我早就知道 你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竟敢 故意在这个地方搞破坏 这把椅子 是给那个人做的 就连我和我妈 都没有擦 你们监狱其外 败寻其壮 母子两人凑不出一把心 都坏了好自理 当然不会坐在这儿 陈阳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 天不收你们这些人 我来收 你就算要报复 也不至于这样 这里还有你爸曾经的朋友呢 什么 我是该叫你孙叔呢 不是孙子 陈阳 你还是赶快下来 你要是想要财产的话 可以通过法律统计 绷了 孙总 这个呢 陈阳 你放心 如果集团案真的凑了什么事 侯叔叔不会不管你爸 不过 你现在这样子实在是 所有人的犯罪 应该了 喂 好我知道了 什么提前到了 他怎么 我们不提前说一声了 难道 就在现场 当然 既然他已经到了 那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董事长上台讲话 请董事长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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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简单说两句 陈阳 你今天真的要把天筒破吗 你真的要把你爸一手创门的棋 毁在你手里吗 妈 别吼死啼 给我下来 大奥 那我们要讲什么 我就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 从今天起 我要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 投资陈氏集团 天阳 怕是没睡醒的 你知道现在陈氏集团 值多少钱吗 到我手里的东西 还没有能拿过去 记住了 以后我讲话的是 可我不能查识 你 这第二件事 从今天起 张美丽正式被陈氏集团开除 所有交城企业 同时封杀张美丽 你说什么 放了那么厉害 陈阳 你赶紧下来 你真以为 你是那个投资人吗 你们 谁有利益 谁有战友 有个人 一定开始 封杀 陈阳 我看你是真的疯得不轻啊 封杀我 就凭你也有这个资格吗 今天就是你爸在这儿 他也不敢说这种吗 实话告诉你 现在整个公司上下都是我的人 你就这么自己 当然 虽然这个企业是你妈一手创办的 但现在连走爬梁 你动用不了任何关系 因为你没有任何背 你一个电话 不想开除人 你也不会问他们 同意 就是 谁会有闲心跟你在这儿玩呢 就是 要想开除张总 得有我们股东 联名签字 还有那位 大股东 是吗 当然 你这个没教养 无知无畏的东西 你妈不在了 没人教你 那我来教你 这样 你敢拿了 时间差不多了 什么时间 认错的时间 让所有人看清你虚伪面孔的时间 喂 什么 什么 要开除张总 不 这不可能 陈氏集团背后的投资人 正是因为十分太好我 才会亲自来现场的 对不起 如果我们不投票 开除你 那么 必开除的 就是我们 张总 我们 保不了你 您 是不是背后 得罪了什么人呢 这不可能 陈阳 到底怎么做到的 金钱 身份 背景 地 全是 是男人最好的外衣 陈氏集团是我妈一手创办 你断位太低 学识强负 靠运气赚回来的 终究会靠你的实力 输回去 人啊 是永远赚不到 认知以外的金的 还是不可能 妈 难道 她真的是最近那位蜂蜜柔 呸 就凭她 不会的 陈阳 我想我们之间 可能有什么误会 要不这样 你别闹了 我让你爸把你接回去 我们还是一家人 好不好 现在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 不过 想我原谅你 也不是不可 陪我 还有我妈的在天之旅 发现 说什么 看来你没什么诚意 那我先去忙了 那我先去忙了 怎么了 想通了 陈阳 这些年 我对你也不赖吧 看来你还是没想好啊 诶 陈阳 我错了 你说什么 我没听听啊 陈阳 对不起 对这年 是阿姨对不起你 还是没听听 那 陈阳 对不起 现在听到了吧 这次听到了 不过没什么诚意啊 到底要怎样 才觉得有诚意 靠这么差 你去道歉就行了 不是我靠这么差的 你还狡辩 要道歉 自然得跪下才行 道歉 我下跪才有诚意 陈阳 你不要太过分了 现在只要过分 当初你们这么对陈阳的时候 难道没有觉得你们过分吗 张远好像不太愿意让我原谅你 等等 妈 妈叫过你什么 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陈氏集团 我们必须证 这下有诚意了吧 诚意够了 我就说嘛 一家人 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 这些年 我为了陈氏集团 确实有些忽略陈阳 现在我要接受陈氏集团了 那我一定知错就改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我都一定会拟身作则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道歉是有诚意了 但我绝对不会原谅 你 你 记住 你 抛开陈家少爷身子 我是纯血 你是你血脉 唠叨得 自体 你了 任何一个环节 永远在我这儿抬不起头 com 静 你走 妈 不容这么算了 不容这么算了 快起来 带 妈 她根本不是什么大人 她就是在耍我们 不可能吧 我明明接到了总终的电话 总终的电话 妈 你让我看一下电话 好吧 咱们被骗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走势 他就是陈阳身边一条狗 他做了绝 骗了我们 你们都被骗了 是什么 我们都被骗了 这人 这可换你这东西 妈 咱报警 不行 你忘了我们在陈阳家都做了是吗 那怎么办 快去找那老东西 走 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这饭还没做好 不过 你们先吃 剩下的 我再接受 啊 吃吃吃 就知道吃 吃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 交界仪式不尊啊 我给 一些 不说好的呀 说好的 你知不知道 你儿子把交界仪式当毁了 他在现场装大一个狼 留下神圣极端全完了 你说什么 你个臭小子 那可是我和他妈的心血啊 我和他没反 还没吻 好 你们在医生里 就没有 是 你看 你 不是 回来啦 你怎么了 我 我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人老了 都会有这一天 我不要你走 我不要你走 树高千枝 落叶毁坦 降流万里 滴水行渊 奶奶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和你爸 能在此之前 看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我也就 也满足了 把学校去给我爸打电话 陈阳这样做也有我的原因 其实一开始都是我不够关心他 是我这个父亲不合格 以前有他妈精心照顾 现在他有了脾气也是冲我来的 我看呀 我们还是找个时间 给陈阳道个歉 毕竟 雪农一水呢 什么雪农一水 他今天错了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们先做 我去给戏随我 妈 陈阳这种欺而泰式 我们破口就准备了 爸 奶奶想见语之后一遍 陈阳打电话来 收拾你 那就有办法 挑拨他们父亲的关系 这下暗眼的两个人 肯定会反对成仇的 妈 你说 服装 妈 还得事 你还要 你爸他 他欠了吗 欠了 没说话 他 他 可能忙吗 忙 都忙 忙得好 哎 谁 是我和他弄矛盾了 我再打 我手机 有人打电话 哦 陈阳我打电话了 他让你 要打电话 什么 这么多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这儿子 甚是过 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骂了我一顿 说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还说 这次只是一个警告 下次 直接要一命 疯了 这是疯了 那个女人对你就那么重要了吗 你知不知道你多久没回过老家了 我是吧 没有回老家 可是用不到你小子来教育 我告诉你 你是阿里 就要接受神势集团 是我同意的 你要有什么不满 你就来找我发现 就我找 找到神势集团 大闹一场 算什么 大闹一场 若不是我神势集团走没了 大一步 我们还要王沪和神势集团 你现在做了什么 你 你怎么废话 真是 让人不省心 就是你奶奶来了 就是你奶奶来了 也保不住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好好反省一下 知错就改 那个四九 四九外面 那个女人到底给你想了什么迷糊 好了 盼年轻 是这样的 别生气了 好 那我去冲得走 快看看 快看看 奶奶先见 走进 快看 快看 休息 打打打 你 你 你干什么 那个小畜生 一直给你发消息 估计就是想要钱 即使他要钱 那也不能摔手机啊 万一他要有什么急事呢 能有什么急事 而且我砸都砸了 不就是一个手机 我明天赔给你不行啊 好 行 滚掉 那些给我修好了 老爷 这手机 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万一里面有儿子的重要信息呢 女人 看妈妈的照片 您拨打的用户 但是无法 您拨打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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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走快 现在连你亲妈都不快 怎么办这样 一线资源 找最好的医生 我全是所有的医生都找了 奶奶 我不会让你出事呢 早早起事 早晚不要走 没有遗憾 就让最好的结局 杨阳 这是你妈给你留下的预配 我们陈家呀 全靠娶了你妈妈 这不相会的媳妇 她为了支持你爸创业 把那条船家的项链给盗了 杨阳 你可一定要跟你妈妈说回来 啊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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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奶奶走 奶奶别走了 快来找人 老爷 手机修好了 对 对 短信怎么没有了 短信怎么没有了 我让删的 手机都修好了 删什么短信呀 那个小畜生 翻了一大堆骂你的 你不就是没给他打结吗 他就这么骂你 我看不惯 就让删了 哎呀 海洋 你都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 我看着 他就是过惯了富二代的生活 起来不劳而获 哎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他才能长大呀 对啊 我好久没回家看妈了 想回去看一下 什么 怎么了 买 买什么 我突然肚子好痛啊 我可能要做手术了 海洋 要不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 回头再去看你妈 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是 写生啊 啊 走 你走 这谁想输大师了 就不想开这么多了 哎呀 这 正我家放下 哎呀 老公我肚子好痛 我好痛啊 我快死了 小丽 停车 哎 舒服人去医院 快 你老公 奶奶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陈阳 你在干什么 我 放下来 我 我 你 说什么 我 奶奶从小时疼爱你 可这也不是你 胡闹的理由 妈 你还好吗 我胡闹 我要钱 昨天是奶奶的生日 你这个亲生儿子记得吗 今天奶奶想见你最后一遍 你这个亲生儿子在吗 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还最后一遍 沈阳 你可真会装 要不是我找来生成最好的医生 奶奶恐怕早就 滚 这个家不需要 我看你啊 就是在咒你奶奶 我 我走了 奶奶 这个家不需要我 奶奶 杨阳 杨阳 杨阳不是坏孩子 是杨阳救了我的命 妈 我知道 你从小就疼爱她 你放心 让她冷静冷静 要不是我们过来 她为了钱 还不得把老太太害死 儿子 你千万 你千万要相信自己的儿子 我 我知道 我 妈 没事了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现在不那么痛啊 海洋 要不我们先回家吧 这是一股味 我待不住的 行 妈 那我就先走了 过几天 我转成来看你 哥 你简直是天才 我们提前规划了东区那块破厂房 你猜怎么着 就今天 一个批文的事 那块破厂房 直接变学区房了 我们赚大发了 按照重生的时间 现在已经到了 接下来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 而不是靠记忆 不过 妈 你放心吧 有你教我那些商业知识 有你对我的精心培养 你儿子我 一定能在商业漩涡中 成为一世修雄 陈阳 我们来拍卖行干什么 看一下 这是 我妈以前是一个京城富商的女儿 为了跟我爸在一起 从京城私奔出来 我爸那时还是一个穷小子 这条项链 是我妈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为了支持我爸的创业 他毫不犹豫地把这条项链给当了 这条项链 至今还在红杏牌面好 你是想拍下这条项链 陈阳 我果然没看错你 你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陈阳 你爸 叔叔 硬门 你是不是到神石集团 交接仪式去了 你要问的就是这个 我还以为你记得和我妈约定的日子 来拍卖行赎回她唯一的一幕 我问你 是不是到交接仪式上 胡家虎卫 搞乱交接仪式 我失去了 不过我是去 这条项链 我还没死 你怎么端定我就是你掺和呢 因为我是你老子 你是我儿子 我对你 知根知底 三个月没回家了 信用卡我都给你停了 你身上有多少钱 你身上有多少钱 对 我在你这儿永远翻不了身 我永远比不过这个女人的儿子 打 打 我妈死后 你出来打我还干了什么 叔叔 你误会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但是 陈阳最近的确是赚了不少钱 搜叶 是吧 书家当然 我和你父亲有过交情 我劝你 不要和他混在一起 陈阳 你是想来拍卖行 拍回你妈的项链 可惜啊 陈氏集团 早已成为一具空壳了 所有钱 都在我这看 哥 这么太气人太帅了 冰冻三尺 非一日长 两冰十年用冰五日 今天我就要这么一串 我这个儿子多优秀 妈 他真敢来啊 谎言虽似密 比终为苦落 假面容易破 谎言难言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拍卖行是需要验姿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 但一旦拍卖的钱达不出来 断手断脚 都是金 路死谁手 尚且不知 你该不会以为 就是你妈的东西 我就会高抬贵手了 恰再相反 我就算是拍下来 扔在马桶里 你也不会上 那就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第一件拍品 钢弹红宝石球 起拍价一百万了 行 我就让你看看 长辈 是长辈的教训晚辈 两百万 直接翻倍啊 这也太好了 比不过 太有钱了 看到了 这才叫好奇 来 我说 你要跟我算 原来张总这么消气啊 就这 也想教育晚辈 一千万 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你疯了吗 没钱是要动手做交的 怎么 这就不敢加了 刚才是谁说要教育我的 一千一百万 一千二百万 一千三百万 加的太慢了 两千万 陈阳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 你叫的这么高 戴会妈妈的项链怎么办 知己知彼 白针不带 别怕 他没了钱 天天在这装阔太太 三千万 三千万 行 你赢了 你赢了 你不加了 你以为我和你们一样少了 恭喜这位女士 获得我们的 当代宝宝是最多钱 第二件旗牌架 一千三百万 两千万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不加价 你刚才不是多三倍了 我是有钱 不是傻呀 我知道 你是在故意耗他们的钱 第三件拍品 这条项链叫珠莲碧盒 这是由京城顶级设计师 花费三个月时间设计 二十年前 一位京城富家小姐 丧给拍卖行 约定今日拍回 如今 价值百万几 五百万 就不信这件 你也不拍 五千万 什么 五千万 你说什么 五千万 这件藏品 价值不过百万 那是我妈的东西 它是五脚 杨杨 即便这是你妈的东西 但也不能这样赔啊 爸 成绩合适 只要是我妈的东西 你比我更负一切代价了 六千万 美丽 一共只有五千万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余胜钩了 我为什么不能有 怎么 这条项链 那个女人能戴 我就不能戴了 七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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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万 八千一百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人 怎么 继续加啊 我倒想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二 快一个亿 买一条破箱 链 行 我看你怎么付款 付不出来 今天你半手半家 没见 要不要算了吧 杨阳 毕竟是我儿子 你算什么东西 来人 叶子刷卡 杨阳 他们在这干什么 把他们走 叔叔 就这点钱 还不需要走 叔叔 你也有点太瞧不起陈瑶了吧 那可是一个技啊 这些城市里 没有几个人能拿得出 你们快走 不好意思先生 且刷卡 我看一眼是 刷卡 这帮子还挺像的 这是 这是江城银行黑卡 好几个老东西 我就少你偏心吧 还请弄弄黑卡 不是 我没有 黑卡又怎么样 我就不信你有钱 行 那你看好了 付款成功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现在 应该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实力啊 哇 他怎么这么多钱 是不是 这样偷偷的 不可能 整个城街站起来 都没有这么多钱 喂 真的是最近在江城的 那个风鱼人物 怎么可能 这张卡 就是江城银行 最近发的那张黑卡 真的是你个大人物 我说了 我就是江城最近快制人口的人 更是陈氏集团的大 要去交接仪式的时候 把你开除陈氏集团的 更是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离开陈家的时候 我请了律师 还有专业的团队 鉴定过 你爸一定没有给你留一分歧 这么年轻 这江城又无权无视 你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 赚这么多的钱 就是 哪怕你发现的情况 三个月 你也没办法全部变现 就算你想了一个 也没有那么多现金 你的钱 一定来得不成 以你的屈杀 自然想不到 陈雅 这绝对不可能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你完全低估了一位儿子对母亲的爱 你更低估了一位优秀的母亲 能对儿子产生一辈子的影响 哎呀 哎呀你不过来了 哎 干什么 哎呀 我跟杨阳之间 可能有什么误会 你是他爸 你帮我解释一下 杨阳现在发达了 你怎么把钱回家 杨阳 这钱是你算的 杨阳 我们之间真的有误会 你妈还在的时候 我就跟你爸认识他 你妈不在之后 跟你爸说了 我会好好照顾你 但可能这中间 有很多时候 你可以像我自己的儿子 但这一定不是我的本意 真虚伪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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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吧 爸爸想你了 要不 咱们是杨阳 杨阳 刚刚 打杨阳的事 杨阳 把我打 有什么不对的 都是一家人 要不 我让张阿姨 吃一顿饭 你儿子我就吃一顿饭 杨阳 你是 我知道 你所有的信仰 都是在张阿姨身上 这样 我让张阿姨 你道歉 看 让你给他道歉 多东西 你疯了吧 陈阳啊 的确有他妈的商业天赋 现在咱们陈家 行了 他呀 就是个咬钱术 其实呀 陈阳很简单 他就是想增口气 只要你给他道歉 以后咱们家 就废话帮他了 老奉行 您 等一下 张阿姨 你这样道歉 快 走 陈阳 是我对 我知道你不对 想要我回去 不是不可能 不过 我怎么记得 三个月前 你要让我生不如死 杨阳 行了 行了 行 这点钱算是小事 远山集团的钱给他们准去 没问题 五个亿是一次性复兴 还是分期付 按照约定 一周内我们应该付五个亿 陈阳 你说的远山集团 是那个远山集团 远山集团从事建筑行业 却说最近亏损严重 出现了五个亿的资金漏洞 现在都填上了 有了我们这笔钱 当然能填上 至于它是死灰复燃还是一步登天 这就是远山集团自己的事 陈阳 你能不能告诉阿姨 你是怎么赚到我们的亿的 简单 我们组织了一个国际基金会 负责投资理财 一周之前 远山集团在我们这儿存了一个亿 这些算是给他们的分装 是不是跟那个巴菲特一样的机构 一周就赚了五个亿 五个亿对我来说确实不多 不过一周前远山集团 只有一个亿的企业资金 所以没办法 太厉害了吧 妈 妈 陈阳 她这么多亿 真的会陷吗 那五个亿 明明是账户打的学区房共争款 她要不多亿 还真信不着 妈 真危险 哎呀 你妈没那么好骗 不过 陈阳真的很厉害 我电话问问她 妈 哎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怎么样 我在远山集团的老同学说 陈阳真的给了五个亿 陈阳 难能帮不了阿姨 把陈家的钱都拿去投资了呀 哎呀 快跟杨阳说说 咱们有了这个办法 就是赚钱的机器了 杨阳 神石企业最近也不景气 最近啊 拿了你的证啊 虎母无权子呀 你就顺便把陈氏的资金都运了 对对对 杨阳 你这次帮了你阿姨啊 你阿姨 和张远 都会记得你的 对 不行了 投资有风险 我能赚钱吗 我们还是不要成了 哎呀 有风险才有收益 我们都懂的 行 倒是行 不过我们基金会 有一个强制要求 就是最低资金 必须要有一个亿 什么 一个亿 那我们 到底还搞那么多钱呀 所以 还是不要靠这个风险 那我们 再想想办法 美丽 你疯了吗 这风险也太大了 他是你自己的儿子 你还不信他 我有办法 把这些都卖了 现在房价 就你们这个房子 卖了稍微给你吃亏哦 赚大钱吃什么亏 更何况 我们很快就会换 更大的方法 行 这样 这些都是我好不容易 抽到的钱 你可一定要让他 翻几倍啊 这个简单 大村你了 以后 再当上富太太了 妈 这楼盘 真阔气 那是自然 这 就是上游社 你们需要哪套吗 你们这个楼网 是哪一套 这套 行 那就这套 我拿这套给你 我还以为 你付了多少钱的 我要了 可是 这套房价有什么地方 还收付了一半的定金 是吗 定金付了多少 买卖卖的东西 向来都是 谁出的价高谁的 这样 我出一点五亿 是吗 一亿货很多吗 我出一一六亿 不是 就不做一下 两亿 并且我可以先付 千万定金 你 马上我的钱 就变成了五六亿 什么都不用做 几天就能赚到这些钱 你用什么根本 我 断定五天 二女士 我们可以先把核供签了 因为这次诠释 高档了 如果签了核供一旦 互不上钱 后果很严重 这进入了 所有判刑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拿你了 那 我马上就要做造成高档了 成为人生一家了 于是 请刷卡了 嗯 刷卡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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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妈 卡里没钱也很正常 陈阳 听说过 就是那个 风源人物 没错 我的钱 都投资在他那里 今天 日期也到了 应该 好几夜的 可说的事 今天比较几个很快 行 很快 你就会为你狗眼看人低的行为 做出代理 喂 杨雅 过来 杨雅 怎么 杨雅 我投资在你那儿的钱 应该翻了好几倍了吧 我今天看上一套房 你赶紧让他们把钱转过来 我好拿下这套龙王 你 快去把资料准备好 杨雅 怎么了 阿姨 钱亏完了 你的本 都没有了 你说什么 我说 钱亏光了 而且阿姨 我之前告诉过你 投资有风险 入室需谨慎 不是 我听错了吧 那些钱 是我变卖的所有家产 甚至从娘家借了一些 总先 你的所有家产都是我母亲的 更是 谁不想瞒 半小时前 我已经把那条房子赎回来了 至于你娘家的钱 我只能说 活该 是 谁啊 你别闹 我已经签了龙王合同 付不了钱 我是要做老的 不是 这么好吗 正合我意 我说过 你怎么对我妈 我会一点 一点 黄和去 你说 不要低估一个儿子 对母亲的爱 好 快 快看看 你儿子要害死我 陈阳 不好意思啊 你儿子 把我投资的钱全亏了 还有你的钱 是吗 那真是挺遗憾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们穿头好的 男性不重要了 再有五分钟 警察就要来了 你是要把那些钱付了 还是要进去吧 你母亲 有个好儿子 这些年 我一直在想 你母亲 当初 是怎么死的 只是 我一直撬开 女人的嘴 我想 我没这个事情 也 做到了 张美丽 你如果老实交代 或许 我会考虑帮你 还了老婆一起 也 考虑清楚的论子 还能不这样 我不会撒毁 你快到